字幕提供 各位晚為老友好 又來到雷文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9月19日的 泥草混合沙田日馬的賽事 今天跟大家講一隻 肉城賽馬系列的影片 其實這隻馬上次雷文也選過 我對他的跑法是相當不滿意的 但是今天莫雷拉就沒有騎他 換回涉恩哥哥 方家柏馬房9場3班14米 這隻聖賢 當時在賀賢馬房 有一期很多馬被拉倉 好像心中有馬 這些聖賢 這些例子 很多都是轉到方家柏馬房 那些什麼冰雪奇雨 轉到方家柏馬房 搞一些配件 沒多久就連續交到很穩定的表現 除了V眼罩之後 跑 1400米 1個第一 2個第一 1個第二 然後跑到1600米 菊草發展 那麽文就看回他很多的片 其實有塞車 拿不到位 追不及 太後上 去到上場 基本上他在沙田的表現 我覺得 他的表現是比發芋菊更加好 因為他的衝程比較長 但是他質素是否很高 我個人覺得很狠跑 而且也是很中心的馬 其實他在菊草跑那幾場 都是跑得不錯的 先看看他上季尾 追不及那隻喜連衛星 其實喜連衛星和電信巴打 都是一些很主動的馬 喜連衛星這場跑得主動 這隻聖賢扔到大外檔追上來 其實如果早點發力 或者是那條直路再長一點的話 我相信那個賽果就已經改寫了 那麽講過玉城賽馬系列 都是用一個趣味的角度去講一隻馬 那麽之前那兩場快活谷 又失車又拿不到位 都惹來很多怨言 那我就真是不知道 為何方家帕 就部署這隻馬 再跑菊草 不知是否配合其他馬出擊 可能打算 那這隻今天的電信巴打 就在前面 那隻喜連衛星 哇 見到你們按到步速這麼慢 不如我自己也上去吧 不要給你賺光 那隻聖賢 一直都是在後少少的 那我相信那個結果 頭馬的結果 就是喜連心星 見到不對路 就繞上去 那這隻聖賢 反而沒有用這些跑法 去克服慢步速 那郭倫說我要回鄉下 要找些洗費 那慢步速 不要搞我了 我先上去 那些聖賢 那些 依然很立心 用回他自己的跑法 那麽 那喜連衛星 這裏就已經走出來了 那後面的聖大光輝 電信巴打 三隻馬 開始已經扔掉其他馬 那些聖賢 現在才扔正個彎 那這裏開始比下去 那其實都還有幾個馬位的距離 那 那 梁家俊這裏打下去 但是喜連衛星 都是一些有實力的馬 那隻聖賢 一落氣勢 不斷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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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健康在旺都是厚勁勁的馬 那其實真的只差一步 那大家都可以假設一下 這隻馬 給多一百米的長蔥 那條直路假設 即是轉彎法力點當然要拿裂 無論在賽職上 你剛才看那些追勢上 其實有兩場他的谷草 有一場谷草塞了 田草又拿不到位的那些 那些其實賽職可以抹去的 所以你看一下他 其實跑法會谷三百米直路 其實真的有些不夠厚 先看他上一斜 雷文就選了他 選了好玩的 複星是相當失望的 賺了一部速回來 那頂不住 就比加眼咒 今日同場的將要 成才又賺了一些慢部速 成才已經谷草 再近過了 那這隻聖賢 超級綠洲 就是雷文當日 有份選的馬 但是他們兩隻馬的跑法 和其他馬的走位制宇 是相當之令人 令我不滿意 以及大家可以留意 看看這些仗耀 聖賢 超級綠洲 這幾隻馬的走位 是相當之奇趣的 什麼叫車前到後呢 出閘最快的一隻 差不多他有份 超級綠洲 他有份 超級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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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都上了去 對了 上了去 這隻聖賢 又看著他 BOSS那隻叫做美麗非凡 超級綠洲 被成才 放進去 全部都頂了 外碟 這裏都不夠奇趣 那隻仗耀就上去了 那兩隻就不斷往上去 沿途走外跌 那仗耀一個 麻煩 你們這樣跑 真是蝕到矛輪 就放上來了 放到這裏都不夠奇趣 一會兒那隻聖賢 再檢查兩次 又跌了下去 剛才檢查了 好似的 接著那一仗耀就在裏面 就轉上來 那兩隻再扔去外檔 再追 其實雙雙都交了一些很快的 就是末段時間的 仗耀這裏 接著是好玩復星後面 聖賢這些 扔到外府那麼久 整場馬全部都在裏面那些 就是回來得 就這隻慢步速的拍馬欄追 成才 好玩復星 仗耀 這一疊 其實真的沒有一隻可以的 只有這兩隻最好 但裏面的馬真的不太好 中間好玩復星上 仗耀第一次加眼罩 還有這隻馬真的初出好像特別好 這裏爆上來當然是厲害 但聖賢那些 其實一些都不是爆得差 超級綠洲也是 新算一下 今天這些走位 這樣的制語 本來你一出閘 就是在前面那些 當位差 攝不到 你都不可以怪他 但是越來越後 越來越後 越來越後 再被人檢查一檢查 然後繞到外府那麼久 這樣追上來 結合他在方家柏馬房 除完眼罩的成績 即是浴城賽馬系列 在上手馬房 即是打游擊 這隻馬 但去到方家柏 除完眼罩 1 2 1 5 5 3 4 5 5 3 4 是不是分已經盡了 我又不覺得他很高分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他有幾場馬 是相當之 進不來 是相當之令人 捱氣的 即是有買的朋友 都是罵得很厲害的 整場馬在這裏 都沒有騎過的 那些一定美麗 現在就走出來了 那些美麗系 潘盾 大家都不用說這麼多 這隻今天都跑二班 這隻都跑二班 那你在這裏塞車的聖賢 依然都是三班 上次那一場 落敗 只不過是沿途兜蝕外疊 再看結合 剛才阿雷文跟大家說 剛才看菊草那一場 即是梁家駿輸給喜連衛星 電信超班那一場 其實是直路長一點 應該會好一點 就算不要講這一場 再看這一場 再看這一場 跑第五這一場 不用看完整條片 節省時間 那天聖賢 一陣子進去 亦都是哩哩哩哩的 很麻煩的 這裏又被人關一關 騎下去又不是十分實正 今天配上蝕欣 就是怕這個情況 其實三五三那幾場 其實全部落敗都是有些理由的 並不是說這隻馬 是安居平五路 跑到最好的跑法 而是跑第五、跑第五、跑第三、跑第四 全部都是發揮有問題 是進不來的 所以雖然雖然配上蝕欣哥哥 當然是有點擔心 但他也算是贏過 那他第一次贏這隻馬 我自己覺得那場的捕捉 其實那場的捕捉 是控制得很差的 但是他贏了就贏了 今天有隻喜連心聲 那蝕欣試過兩貨集 他也肯騎回這隻聖賢 當然啦 上次有莫雷拉這樣騎 莫雷拉今天選黃龍複象 但我不管那麼多 都是二馬論馬 只有希望蝕欣哥哥 憑著都騎過這隻馬 超級六周上去十幾檔 由十三檔 轉到三檔的聖賢 若然他今天的走位正正常上 希望他有好好的發揮 浴城賽馬系列 勒文第九場三班千世 我也是選擇 上次我有選擇的 二號馬方加帕馬王這隻聖賢 配音 一旦 一旦 出現